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美食区逛的比较多一点 各种年龄段的吃播UP主我都有在关注 但是我一般点关注会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我比较挑嘛 所以我就会关注的比较少 但是我会经常去逛 但是我固定看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盗月社的老粉 他们的节目我是每一期都看过 我鼻上看最多的就是消化一下 有证据的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热门 热门味的都是每个人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偏好 他会有不同的排行方式的 然后我基本上 很多情况都是消化一下排第一 所以就看到 我绝对是消化一下的中粉 其他的UP主的话 我主要看消化一下的竞争对手 然后看取长补短 能够让我们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获胜 我就主要关注这些 就是我平时不太按分区看 我就是看推荐列表 但是有的时候 从那个动态里面看一看 就是看一些 就是有汽车的 我最近喜欢看那个交通事故 那种委屈开车 然后出事的 就最好还有他们那个 被处理的画面 挺好 挺有意思 频道其实真没有 然后UP主 反正有一些吧 反正都学习一点 健身什么服饰都学习一点 反正现在就是给我推的车比较多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那个财经号 对就是那个长花淡淡姐 什么36克 这些都看的挺多的 然后剩下就是一些鬼畜啊 什么二创什么的 刘花强这些 我是看比较多的 经历一下网络日本生物视频 对小亮 然后这个比较平常看的一些 这种极其古怪的奇怪生物 比较有兴趣 意外比较多的 就是可能是 像是黄冬兄弟那样的 农业UP主 我去吸猫啊 在B站上接着吸猫啊 新生生活中的猫吸的太少了 不够啊 上B站接着吸啊 那其他区的话 会看看鬼畜 就生活已经很不如意了 换个地方找点快乐吧 我们推荐的UP主啊 我相信的 没有啊 这个你吸猫的时候 你不会在意UP主是谁的 你只会在意猫是谁 我看知识区 说讲真的我是看知识区 来来来你看 你看我的推荐 好吧 来来来来来来 好吧 这个隔壁红膜 好吧 这个这个我有时候看 他讲足球的 然后 呃 在游戏区会看 然后 嗯 还没 对 我都 我都很正常的 好吧 绝对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都是好笑的 那种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你们可能心里面想的那些东西 哦 真的没有 没有没有你们想的那些东西 那有没有就是就是他一更你一定会看的 哦 导演小车 我是会看的 三十六见笑他更了我也会看 就那个对对子那个西奇侠跟了我看 因为他讲水浒的 呃 讲什么那种石秀 这个就是他是以水浒来讲戒骨粉筋 我就天天健保我会看 年一了 对我就很正常我什么都会看啊 但是小姐姐我是真不看的 哦 没意思对 我我已经随时随地处于闲减模式 我看舞蹈区可以说吗 可以啊 比如比如咬人猫 西斯特 卡卡 浩浩 同场模特任 继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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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啥也不看 啊 你不过去教你买 嗯 我我只看看自己的 可以 哈哈哈 可以非常可以 可以问我们 你你想为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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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